一只大雁在旅行的途中,发现鸵鸟竟然不会飞。 大雁从来没有见过不会飞的鸟类,就吃惊地问鸵鸟,作为鸟类,怎么可能不会飞呢? 鸵鸟笑着问,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,请你告诉我,作为鸟类为什么一定要会飞。 大雁想了想,说,在空中飞翔可以避开草丛树木等障碍物做直线运动,能够更快地抵达目的地。 鸵鸟指着一望无际的荒漠,回答说,我们鸵鸟生活的地方大多是开阔草原和荒漠,地面上并没有太多障碍物,不用飞起来也能够做直线运动。 大雁又说,飞起来可以有效地躲避敌害,保护自身的安全。 鸵鸟反驳说,我们鸵鸟有强壮的身体保护自己,粗壮的双腿,甚至可以织狮子,豹子于死地,所以没必要飞起来。 大雁接着说,飞起来能够更好地发现,寻找食物。 恰恰相反,如果在这空空荡荡的荒漠上空飞翔,而不愿脚踏实地在地上找食物,我们鸵鸟恐怕早就因为饥饿而灭绝了。 这,大雁想不出其他鸟类一定要会飞的理由,哑口无言了。 此外,在地面上奔跑还有许多在天上飞行无法比拟的优点,如更省体力,更不容易暴露自己等等。 鸵鸟距离力争道,我们不会飞是为了适应环境而做出的选择,所以会不会飞并不是检验鸟类的唯一标准。 你说得对。 看来,我还得多加旅行,增长见识,才能减少偏见。 大雁惭愧地说。 故事启示,我们应该珍视每个人的独特性和个性,不要用狭隘的眼光去评判别人是否符合某种标准。 只有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,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。 最后,故事也提醒我们要勇于探索,增长见识。 正如大雁所说,多加旅行才能减少偏见。 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和了解世界,我们才能拥抱多样性,欣赏生命的丰富和奇妙。